这是一家毫不起眼的普通诊所 可最基本的问诊费用却要50万元起步 一个足以掏空普通家庭全部存款的吸血诊所 却仍有无数病号排队前来治病 这倒不是病人们垂涎妖艳护士的美色 而是他们所患之病唯有这里能医 话说在十几天之前 城市里出现了多起人口失踪事件 事件发生没几天 就又出现了僵尸出没的传闻 不过对于这种离谱的事情 人们直接将其荡成了谣言 一对老年情侣正在公园里面约会 大娘问大爷 我们偷偷在一起 让你老婆知道了不会生气吧 大爷则表示他已经没机会生气了 因为我老伴早就去极乐世界了 现在我俩在一起肯定不会有人打搅的 然而让大爷万万没想到的是 没人打扰他们 并不代表没有僵尸打扰他们 就在大爷以为自己即将老命不保之际 一个道长及时出手制服了僵尸 道长名为玄真子 自称是捉妖大师 以后大家遇到脏东西需要对付的话 可以去某某诊所找他即可 另外一边 我们的男主富贵 是一位专门给剧组做衣服的小老板 当他在看到玄真大师的新闻后 只觉得对方就是个和马老师一样的江湖骗子 为了揭穿玄真子的骗术 当天晚上 富贵就身穿僵尸服 并带着女助理阿花 准备去吓一下对方 然而刚行至半路 他们就遇到了一个僵尸 富贵以为对方和自己一样是在搞恶作剧 结果下一秒他就遭到了袭击 富贵被吓得赶忙使出吃奶的劲 把僵尸甩开 然后拉起阿花的手逃离现场 渐渐的两人还是被僵尸追上 不过就在两人即将命悬一线之际 却又有一位除妖道士钟馗出手了 没错 此人叫钟馗 而并非钟馗 钟馗原本打算杀掉僵尸 结果却被赶来的玄真子拦下 因为比起杀僵尸 玄真子更喜欢捉僵尸 在吃饭闲聊时 富贵得知了钟馗虽是一名道士 可因为火葬方式的普及 他其实已经很多年都没捉过腰了 最近突然有不少僵尸出现 钟馗怀疑极有可能是人为所致 突然阿花感觉脖子有点不适 钟馗帮他一看才发现是被僵尸抓伤了 伤口隐隐出现感染 需要抓紧时间治疗才行 由于很多年都没除过腰了 钟馗在道法方面的本领很多都记不清了 现在的他只能用糯米和大蒜之类的东西 帮阿花延缓尸毒的发作 具体要怎样彻底根治 他还要回去查一下书籍 临走前 钟馗让富贵帮阿花通宵做全身按摩 以免血液不流通而加速失变 一听是全身按摩 富贵当然不会拒绝 回到家后 钟馗拿出了封存已久的各种法器 在一些古书籍中 他找到了根治尸毒的办法 那就是以毒攻读 书中记载 每个僵尸的口中都有一块玉 玉属于阴寒之物 可以帮助僵尸快速吸收阴气 只有拿到僵尸口中的玉 才能治好阿花 可上哪去找玉呢 钟书想起 昨晚收走僵尸的那位玄珍大师 既然他收了不少僵尸 或许可以从他那里借来一枚诗玉 富贵来到玄珍大师的诊所 发现这里有很多被僵尸咬过的人 而且想要见玄珍大师的起步价 就是50万 毕竟僵尸毒这种东西 可不是一般医生能治的 这摆明了就是在趁火打劫 富贵当然也没那么多的钱 所以只能拾去的离开了 钟书得知这件事后 觉察到了其中的猫腻 真正的道士向来都怀有人意之心 怎么可能行这种强盗之事 看来玄珍子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为了搞清楚真相 以及挽救阿花 他们决定暗中进行调查 钟书布置了一个可以追踪僵尸的孔明灯 富贵把一个定位器放在了孔明灯之中 阿花则在家里负责监控孔明灯的位置 然后三人还配备了对讲机 以便发生了意外可以随时联系 整个计划看起来非常的完美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先是在家的阿花突然失毒发作 无法继续向两人汇报孔明灯的位置 随后是经典的信号问题出现 让钟书和富贵失去了联系 钟书以为富贵肯定被吓回家了 再加上他也失去了孔明灯的位置 于是就也折返了回去 可殊不知富贵已经误打误撞 来到了玄真子的养尸房 在这里他不仅遇到了普通僵尸 竟然还遇到了之前的美女护士僵尸 原来是深夜突然有一个重症患者求救 护士为了拿提成就贸然闯入禁区寻找玄真大师 结果却撞见对方在炼制尸王 护士之前并不知晓 这些僵尸是大师炼出来的 所以当事情败露之后 玄真子索性就来了个杀人灭口 并将美女护士也修炼成了僵尸 好在富贵的身上刚好穿着僵尸戏服 加上再来的时候中枢给他一个仿尸服 有了仿尸服的加持之后 低级僵尸是闻不出富贵身上人味的 护士僵尸把富贵当成了同类 直接带着他进入了玄真大师的秘密研究所 经过一番暗中观察后 富贵终于得知 数天前的人口失踪案就是玄真子犯下的 他把那些人全都炼化成了僵尸 再操控僵尸四处咬人 然后再收取高额费用救人 此时中枢已经发现了阿花尸毒爆发 他只能使用符咒暂时将其定住 如果不能快点把尸玉弄到手的话 恐怕阿花就要真的尸变了 好在另外一边 当玄真子离开后 富贵就开始从这些僵尸口中取育了 只是这些僵尸实在太过僵硬 富贵费了半天的功夫 也没能撬开他们的嘴巴 就在这时他意外发现了一个房间 房间里放满了玄真子炼制僵尸的仪器 以及一具很特别的僵尸 富贵并不知晓 这是尚未炼制成功的僵尸王 也正是还没炼化成功 僵尸王的嘴巴就也没那么硬 富贵很轻松的就拿到了尸玉 似是听到了玄真子开门的声音 富贵被吓得赶忙离开了这里 临走时还意外引燃了操控僵尸的稻草人 结果就导致玄真子苦心炼制的僵尸全失控了 富贵返回家中把尸玉交给中枢 在中枢的一番不明绝利的操作下 阿花总算被彻底治愈了 但附近的群众却是倒大霉了 因为富贵意外放走了僵尸 现在有不少人遭到了僵尸的袭击 本着除魔未到的精神 中枢和富贵开始出门收服僵尸 由于出手的比较及时 这些僵尸倒也没翻起什么风浪 就被中枢一一拳摆平了 搞定这些小僵尸后 中枢问富贵玄真子那边还有没有其他僵尸 富贵把特别僵尸的事情说了出来 中枢文言大感不妙 他一下就听出了那是狮王的特征 他们破坏了玄真子的计划 对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想到这中枢赶紧就地开谈做法 准备迎接玄真子狮王的进攻 其实要我说你们直接报警不就得了 直接让警察来个物理驱魔岂不省事 可他们却非要装逼亲自对付狮王 总之在一番并不怎么激烈的战斗过后 富贵用童子尿破坏了玄真子对狮王的操控 然后狮王打跑了玄真子 三人又合伙消灭了狮王 玄真子逃跑后 深知自己被狮王感染以无药可救 于是便自己做法炼制自己 并把自己封存在一个隐秘之地 或长期吸收天地精华的方式 让自己成为堪比汉拔江城之类的存在